你 孙叔 想跟你聊聊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 是 十三 十二 十四 对不起 我不知道跟你说了多少遍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 我不想听你道歉 我知道你对我和Lisa之间的关系 有点看法 是我不好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可是我现在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你听我说 我对你的感情是爱 对她是关怀 我也很清楚 我跟她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我会时刻提醒我自己 去跟她保持这个距离 你要相信我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瞒着你 好吗 我只是希望你能信任我 有什么事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跟你一起承担 不管是Lisa还是其他任何人 不管你对他们是同情还是怜悯 我都希望我是可以参与其中的那个人 我现在越来越控制不住我自己 想要参与到你的生活中 对不起 怎么了 田护士你怎么在这儿 没什么 没什么 我 主人叫我 通知大家 下了班大家聚一聚 哦 哦对了孙医生 嗯 有患者想见你 啊 那我 先去了 嗯 孙医生 跑不动了 才跑得多大一会儿 跑不动了 我拉你跑啊 就是跑不动了 跑不动 那我背你啊 跑啊 跑啊 小蓝猪 上来 真的 上来吧 走 这咱们医院的伙食 真不差啊 你什么意思啊 先让我看了 这好我可没什么 你看人跑得多轻易啊 走 走 好了 谢谢 辛苦了啊 那颜先生我们先走了 辛苦了 好 颜先生再见 感觉整个家里面 更坏人心了 是吧 是不是温馨多了 就是 谢谢你 谢谢你的建议 超级新闻 一会儿啊 再把这些花花草草 都找地方摆起来 让个更温馨了 让这些花花草草 在家里面 感觉舒心多了 好了我去收拾了 挺好elf 很 connection 好 很浩 走